前不久一则谋求院士不成航天投资董事长打伤两院士的消息刷屏网络 醉酒辱骂拳打脚踢伤耳光 网络曝光的14分钟监控视频中 航天投资董事长张陶殴打两位院士 并致其重伤的恶劣行径引起公愤 依据公开报道 6月6号张陶因为寻求王静年院士和吴美荣院士 推荐其成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不成 在晚餐和餐后送两位院士回住处时 对二人大打出手 致使王静年肋骨骨折 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损伤 吴美荣脊柱骨折住院手术 7月4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告称 张陶即日起暂停履职配合调查 7月5号晚据北京朝阳警方通报 2021年6月12号十二时许 王某年男54岁到朝阳公安局奥运村派出所报案 称6月6号其和吴某荣女85岁 在朝阳区某小区被人殴打 为准确定性细致还原案发全程 当日警方依法受理案件后 即开展了细致的走访调查工作 最后综合事实认定和伤情鉴定情况 7月5号朝阳公安局依法对张某刑事拘留 7月19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官方微博 发布关于对于张陶处理决定的情况通报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决定 给予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陶开除党籍处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证务处分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纪检监察组决定 给予张陶开除证务的处分 也在同一天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发布通告称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 对犯罪嫌疑人张陶 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